《在前的必要再后》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今天的信息是 耶稣要我把他人放于首位 想一想 你想成为第一名的时候 你是在排队 或是在玩游戏 圣经对于努力成为第一的人 有什么看法呢 雅各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在一开始 就和耶稣在一起 他们都想成为 耶稣最喜爱的帮手 想象一下 他们正在谈论着这件事 耶稣将要拥有一个王国 雅各大声地说道 他一定会比任何的王国更富有 他一定是伟大的 因为耶稣是公正的 约翰说道 我很庆幸 我们从一开始就跟耶稣在一起 我们一定能成为 新国度里重要的一分子 没错 雅各说道 在新的国度里 你将要坐在耶稣的右边 而我会坐在他的左边 你真的这么想吗 约翰发出疑问 彼得认为他会成为首位的 更不用说犹大 还有分瑞党的西门了 如果我们要成为首位的 那我们要跟耶稣先说好 以便确认下来 约翰想起 耶稣是那么的谦卑 但是耶稣听到我们 谁要做第一 他会开心吗 雅各说 我们要赶在别人跟耶稣说之前 先去跟他说好 我们要靠近他 才能跟他一样做事 啊 我知道了 让我们的母亲先去问他吧 不久之前 他们的母亲来到 他们把他的计划告诉了他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对着他微笑说 你能为我做些什么吗 耶稣慈想地看着他 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 当你德国的时候 让我的儿子 一个在你的左边 一个在你的右边 他说道 他们愿意为你做 一切你所吩咐的 耶稣的表情变得很忧伤 他转向雅各和约翰 你们能承受 我必须要面对的烦恼和痛苦吗 雅各和约翰热切地回答说 是的主 当然呢 我们能面对你的烦恼 耶稣回应说 是的 你们将面对我的问题 承受我的痛苦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 在上帝的国里 不是由我来分派工作的 我的天父 对你们每一位 都有特别的计划 他才是那位决定 你们在天国的职位 耶稣的身后 传来一轮纷纷的声音 其他的门徒非常生气 他们每一位都想在耶稣的国度里成为最重要的人 凭什么年幼的约翰在他们前面呢 他们全部都想成为首位的 耶稣移动脚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并让门徒们跟随着他 你们想想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 这些人有君王治理他们 人们被打压 并被强迫要服从 但我的国并不是这样的 我来是为了要服侍人 我的子民也是要服侍他人的 身为我国里的领袖 你们必须学习如何去服侍 这就是我国的原则 耶稣的国度依然是这样的 他要求天国里的每一位成为不自私的人 他要我们把别人放在第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